財經點滴潘碧雲 做生意的朋友說 既然有做生意的老根 那就應該明白人物關係是多麼重要 其實不僅是內地 全世界都是一樣 怎麼會以為單在美國做生意又會例外 你試試進去紐約第五階 和第四十七階交界的鑽石批發區 個個都是猶太人 他們會不會受你玩 但是這樣 如果你想抗衡Dbis 壟斷全球鑽石供應和價格 作為猶太人的Martin Robert Pot 都說想吐血 不過他成功了 現在很多鑽石批發商 何嘗不是要看著Rober Pot的價做人 一年加五次六次價 每次說加十就加十 加二十就二十 今天問的價 下個月已經不同了 但是認識人就不同了 同樣的價錢可以買到漂亮很多的鑽石 在內地做生意 只是學習怎樣去打通人物關係 都已經要交足學費 都未到聯繫到那個適合你使的人 路途漫長 所以累積下來 一定有很多把柄在人手上 到主席習近平說要反貪腐的時候 那些人以為最多吃少兩餐 燒少兩次煙花 但是見到劉鐵蘭和宋林 都還以為是關門打狗 但是再辣到去英枝藥廠 葛蘭素史黑斷正的時候 這場反貪風潮 要燒到多遠燒到多深 真的很難猜 但是這一刻 所有的外資都人人自矮 如果你認識好像LV的老闆一樣 高調跟著法國總統去北京朝聖的時候 送兩件國保十二生肖同手給中國 那就算不是中國因人 都算是中國朋友 那麼多的名牌代表律師團去到中國 一邊幫手打架 一邊說要買翻版 段股都不會成為罪行了吧